春江花月夜 作者张若虚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艳艳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吴月明 江流婉转绕方便 月到花林皆次线 空里流霜不绝飞 听上白纱看不见 江天遗色圆尘 角角空中咕月轮 江潘和人初见月 江月和年初见人 人生代代无穷极 江月年年只相思 不知江月在何人 但见长江宋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 清风谱上不胜仇 谁家今夜偏周子 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 迎照离人装静台 玉户连中卷不去 岛一针上佛海 此时相望不相闻 愿竹月华流赵军 红雁长飞光不渡 鱼龙前月水成轨 昨夜闲谈梦落花 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剧欲尽 江潘落月复兮邪 邪月沉沉藏海物 劫时萧香无限路 不知成月几人归 落月遥情满江树 春江花月夜 三十六诗句一文 春片的江潮水是浩荡 与大海连成一片 一轮明月从海上升起 好像与潮水一起涌现 月光照耀着春江 随着波浪荡漾闪耀千万里 所有地方的春江 都笼罩闪耀在月光的照应下 江水蜿蜒去折 绕着花草丛生的野外流淌 月光照射住开遍鲜花的树林 好像细密的雪珠在闪烁 月色卸在花树上 像洒上了一层洁白的霜雪 月色如霜 霜飞无从绝察 周上白沙和月色交融在一起 模糊看不分明 将水与天空形成一色 没有一点微沉 明亮的天空中 只有一轮孤月高悬 江边上什么人最早看见月亮 江上的月亮哪一年开始照耀着人 人生一代代无穷无尽 只有江上的月亮一年年看起来都一样 江上的月亮不知在等待什么人 只见长江不断地一直运送着流水 不断流逝 游子像一片白云缓缓离去 只剩下私父站在离别的清风铺上 有无限的酬绪 哪家的游子今晚坐着小船在漂流 什么地方有人在明月照耀 楼上暗暗相思 可怜楼上不停移动的月光 应该照耀着离人的梳妆镜牌 月光照进私父的门帘 怎么也卷不走 照在她的导衣帧上 浮了又来 这时互相望着月亮 可是互相听不到声音 我希望追随流动的月光去 照耀到你 红焰不停飞翔 却飞不出无边的月光 月照江面 鱼龙在水中潜藏或月出 将水上的月光激起阵阵波纹 昨天夜里梦见花落幽静的水潭 可惜的是春天过了一半 游子还不能回家 将水带住春光将要流静 水潭上的月亮又要西斜落下 斜月慢慢下沉 藏在海屋里面 结石与萧香的离人 距离仍无限遥远 不知有几人能趁月光回家 唯有那奚落的月亮摇荡的离情 洒满了江边的树林 石人入手擒蹄 多了出一幅春江月夜的壮灵画面 江朝连海 月供这里的海事须止 江朝浩瀚无垠 庞扶和大海连在一起 岂是宏伟 这时一轮明月随朝永生 景象壮观 一个生子 就赋予明月与潮水活泼的生命 石人对月光的观察极其精微 月光荡敌了世间万物的五光十色 将大千世界浸染成梦幻一样的银灰色 古人以为霜与雪都是由空中而降 不曰流霜 细腻的笔触 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美妙的境界 石春江花月夜显得格外优美田景 这八句 已无大到小 有远积极 李莫逐渐凝聚在一文孤月上 清明澄澈的天地雨中 庞扶使人进入了一个纯净世界 这就自然地引起了诗人的瑕疵冥想 江畔和人初见月 江略和年初到人 诗人神思飞月 但又紧紧联系着人生 探索着人生的哲理与宇宙的奥秘 在此处叠开生命 思想没有陷入前任客戴 而是翻出了新意 个人的生命是短暂及时的 而人类的存在则是绵延久长的 因知代代无穷已的人生 酒和年年望相似的明月得以共存 诗人虽有对人生短暂的感受 但并不是颓废与绝望 而是源于对人生的追求与热爱 仅程上一句的望相似而来 人生代代相继 江略年年如此 一轮孤月徘徊中天 像是等待着什么人似的 却又永远不能如愿 月光下只如大江激流 奔腾远去 随着江水的流动 诗篇碎声波澜 将诗情推向更深远的境界 江月有恨 流水无情 诗人自然地把笔触游上半天 大自然景色 转到了人生图像 引出下半天男女相思的离愁别恨 以上四句总写在月夜中思复 与游子的两地思念之情 白云 清风谱脱物欲情 白云飘忽 象征偏珠子的行踪不定 清风谱为地名 但风谱在诗中又常用为感别 这景物 处所 谁家 何处二句富文建议 因不止一家 一处有离愁别恨 诗人才提出这样的设问 一种相思 牵出两地离头 以往以赴 诗情当然 曲折有志 以上八句成何处四句 写思复对离人的怀念 然而诗人不止说思复的悲和泪 而是用月来烘托他的怀念之情 悲泪子初 诗篇把月拟人化 徘徊二字极其传神 一是浮云游动 目光影明灭不定 而是月光怀着对师父的怜悯之情 在楼上徘徊不忍去 他要和师父作伴 他要和师父作伴 为他解仇 因而把柔和的清灰撒在庄镜台上 欲护帘上 倒一针上 岂料师父触景生情 反而思念游慎 他想赶走这恼人的月色 可是月色卷不去 胡海来 真诚地依恋住他 这里卷合服两个痴情的动作 生动地表现出 师父内心的惆怅和迷惘 共望月光而无法相知 只好依托明月瑶记相思之情 红雁长飞光不渡 也暗含语焰不能传信之意 最后八句谢游子 识人用朵花流水 才越来烘托他的思归之情 江禅落用 更衬托出气苦落寞之情 而游子还远隔天涯 江水流春 流去的不仅是自然的春天 也是师父的青春 幸福和憧憬 节食山明在渤海边上 消香香江与消水在京湖南 两个地名一南一北 暗指路途遥远 相聚无 沉沉二字加重地渲染了他的孤寂 无限路也无限加深了他的相思 思辅思存 在这美好的春江花月之夜 不知有几人能成月归回自己的家乡 那无助无落的离情 伴着残月之光 洒满在江边的树林之上 拮据的摇晴不绝如履的思念之情 将月光之情 游子之情 诗人之情交织成一片 洒落在江树上 也洒落在读者心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